我一直想問一個就是 還蠻不正經的 就是妳剛剛講說妳都會去看演唱會 妳看誰在演唱會 我還記得我看過 張學友在台灣的第一次的前唱會 我們Michael Jackson來台灣我也會覺得 妳看過Michael Jackson 對 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天 對 他過世那天我很難過 我哭了兩天吧 那妳會追劇嗎 會啊 最近追完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照後者 人選之人 還追完了那個什麼 你追的人壓力不太大 黑暗榮耀 那個什麼 無照律師啊 很好看 因為 主持啊 訪問啊 我們碰到的來賓 大多數來都是 必須有目的 例如說來宣傳 然後來打一個廣告 所以其實每次碰到 正式人物的訪問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 妳要問什麼 妳要問什麼 是不是要問選票的問題 所以要問民調的問題 我自己就是一個觀眾 對啊 看得好煩 這些別台都有播 對啊 我比較想要知道 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然後妳平常在做什麼 然後妳追什麼劇 原來妳會看黑暗榮耀 那妳知道Blackpink嗎 知道耶 知道 那天不是說在這邊 票秒殺嗎 沒錯沒錯 然後我還有人來跟我說 可不可以幫忙她買到票 我就想說 這種事情要來拜託 真的不行 真的沒有可能 沒辦法 我教妳 Blackpink in your area 這是他們的slogan 對 就是只要第一個三角形 然後就說 Blackpink in your area 這樣 交給妳囉 對 我現在 我只是 我要講嗎 想一下 我兒子會笑我 預備 Blackpink in your area 好可愛 Oh my god 我還沒有教妳flower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 我最近兒子有一個很好笑的事 就是我在跟 那個非常律師裡面那個動作 對 然後做了那個 對 那我兒子在過了半年後說 媽媽我看到妳那個動作 妳看好可愛 我就想說 那不是已經半年了 他說我同學傳給我看的 我懂 不太有多人知道她媽媽是誰 但是知道的人 就傳了這個給她看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還是不要做太多奇怪的事情好了 沒有 真的 這種東西就是說 其實可愛就好了 但是這也是她第一次稱讚我 她妳講的那個什麼政治的影片 她都不看 嗯 但她就這種 來跟我分享說 媽媽妳這樣很酷耶 我同學傳給我 我在想說 原來媽媽變得很酷喔 對 妳終於是跟上我們的時代囉 對 妳還想學點心的嗎 好 在小小的花園裡 哇呀哇呀哇 就小小的種子 還小小的花 那今天我們讓一整天下來 好玩嗎 累是一定的 很好玩 但帶小小出來 其實真的沒有帶她出來這麼久 可是她其實蠻開心的 嗯 我因為是一個 不是很稱職的媽媽 但也不是一個很稱職的四爪 因為她就是比較緊張 所以我以前不太帶她去的 嗯 那這三年都沒有好好照顧她 因為我在市政房 在忙啊 所以就交給鄰居 那我的鄰居把她照顧得非常好 嗯 對我會發現她今天沒有什麼害 就是雖然緊張 但是還蠻適應蠻開心 要謝謝妳 我才有機會 跟我的小霞 一起出來混這麼久 然後 然後 可以留下一個 留下一個很好的回憶 這是我們兩個最好的回憶對不對 你要謝謝 謝謝 沒事 剛剛我們有接到那個 北歐那邊的電話 講說就是 你很確定你已經 嗯 應聘成功 麻煩到下禮拜一的時候 早上九點就一定要到現場 因為我很認真剪便便 對 非常認真 然後沒有看到這麼會剪便便的人 對 因為我每天都要剪便便啊 天啊 那我們今天就是幫這個 孫生姐找新工作成功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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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空了嗎 謝謝 抽空了嗎 合璧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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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興了吧 太高興了吧 太早了 合璧桌 那我想請三點幫我們 對觀眾 看的話說 可以幫我們訂閱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按讚 訂閱 開啟 這樣就很難 對 對 按讚 準備囉 3 2 1 請大家記得要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嗨我是Sandy 無善而無 這是哈希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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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小鈴鐺